广东外语外号大学一闪天文社 简小新技术新发言 好 谢谢 是坚持业余精神 假期连接古今中西 中西天文交流之桥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一闪天文社的情况 就是去年我们得了一个广东外语外大学十大优秀学生社团 因为我们是大学级别的 而大学的社团大家可能就是港台的同胞 可能或者是不太了解 就是很多很多社团 但是校期社团不是很多 而且我们能够达到优秀的社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到了一个十大精品活动 就是双子座流行语的观测 我们当时跟黄金科学中心联合考的效果不错 在那个大学城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次我介绍有点宣宾得主 因为宣宾得主因为今天本来应该是谈澳门 就是两岸四立天文科普的一个交流 所以我们下面就是把我的这个论文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就想因为这个论文也是修改了以后啊 那我就想因为这个论文也是修改了以后啊 早期啊是把这个天文研究呢跟这个巫术连在一起的 因为从古代先民呢 他最开始呢认为这个啊就是就是在神和人都混杂的时候 大家呢都觉得这个自然很神秘 所以呢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就是传说吧 就是人人都去做这个祭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到了这个专需时代呢 就把这个祭祀的工作呢 分配给专门的人来做了 那么从此呢中国的这个天文事业呢 就有个分工 所以是从专需开始的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业余天文学会啊 和甚至业余天文研究的人很有就是必要呢 那么主要就是呢 我们在业余研究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是来自于普通的人的 所以呢呃我们的那个研究呢 就会有一个对普通人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在我们古代的这个乌史啊 就是从事这个呃天文研究的人呢 就是有一个名字一开始叫乌史 那么到了这个半代的时候呢 这个乌和史就产生了分工 呃就是从专需开始呢 把这个叫研究呃 专门研究天上士的人呢 叫做南正南正官 而第一位从事这个呃天文研究的这个官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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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漢代,大家就觉得好像研究无数人就感觉属于有点神秘了 那么研究人世的人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所以从事既人世的人就开始垄断了天文 就是有点像派史官那样 那么到了我们的清朝末期 其中有梅氏三兄弟 他们就是属于从事这种立算的仇人的一个三兄弟 他们家本来也不算是仇人的世家 但是因为有了他哥哥 梅伦兵 他也是从业一开始受到了当时的私属先生的传承 他当时梅伦兵先生得到了马鸞瑞 马鸞瑞他也是明朝、明末的人给他传承的这个叫通规法 和当同立算教室法 那么他得到了这个传承之后 他又传承给他帝叫梅伦兰和二日梅伦兰和四地梅伦兵 那么他们两个人又都是属于业里研究的 而梅伦兵因为他是他们大哥 而且他父亲后来去世比较早 所以他对两个地点的提携是很大的 所以中国的传统的天学是不太容易传承的 但是因为他是兄弟就得到了传承的 那么梅伦兵他正是因为有了他专业人员的带领 所以业余人员入门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他的弟弟梅伦兵的《密》就是四地 就写了一本叫做《中西精心同一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常带着他两个弟弟关心 那么这个梅伦兵他本身的又是比较善于交流的 就是在刚刚结束的一个 今年梅伦兵在这20周年一个会议上 中科院有一位研究员 就是研究了梅伦兵的那个学术交流的那个轨迹 就是他曾经花了这个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到了这个北方河北而建了这个前农皇帝 那么就是因为有交流才能产生佳境 那么这个佳境呢 这个佳境对于我来讲也是有很好的体验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梅伦兵 他受到他哥哥的这种演义 就是这种传承得到的这个成果 那么就是他写的这本《中西精心同一考》 那么在这本书上呢 其实他是吸收了西方 当时在我们国家呢 有好几位西方的传教士了 嗯 就是有这个 其中这个像什么《丽玛豆》啊 像这个 有好几位了啊 那么他们的这个书呢 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西方的人 他们对天的观测 那个称呼啊 那个姓名 跟中国有什么不同呢 他有没有对同样的《西》 是怎么叫的呢 所以呢 这个梅伦兵呢 在这本书上 就有这么一个对照 啊 就是我看到的是第一本的这种对照 那么在这个对照上呢 我们看到 西方 呃 他那个 金心实际上就是恒心啊 但是我们当时是叫金心 而且我们这个金 金明呢 也是借用西方的那个 精美的那个 这个概念 所以呢 在这本书上 我用 就是用现在的 计算机的这个报道 和对比的理想 而在这里 都非常感谢 我到了澳门呢 呃 我因为交流啊 上上个月来 澳门科大 也是在澳门科大 因为我先生 呃 在这里参加一个 那个 参与比赛的评委 啊 我就在这里买到了一本 这个 有香港的 呃 叫做 呃 徐立涛先生边的这个 这个绘画 因为我在这之前呢 研究的中国的新名呢 就对不上 就有些对不上 这个西方的新名 那现在呢 我就通过这本书啊 里面还没有完全消化好 呃 呃 就是对照了一些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就同样的一个新名啊 西方 比如说叫小平星 那么我们当时呢 呃 古代的中国叫 龚晨一 啊 龚晨一 那么大雄星呢 呃 呃 西方叫大雄 我们叫绿峰 当然还有 呃 有些人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 有些是我们有 西方没有 就起码可以证明在 呃 没人命令的时代 中西方 当时 研究的水平 对星星的认识 起名 那么有了这种交流 我们就知道 东西方的这个 呃 呃 在同一个时间 大家的水平是怎么样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中西星星同意 好的 我我对比一下呢 他这里 呃 就是列举的新的数量 呃 这里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啊 呃 呃 就是他那个计算上 有一点小的瑕疵 比如说这个 嗯 在这个王道以北的 啊 王道以北的呢 呃 呃 有这个 三百六十颗 三百六十颗 那么包括 从一等星到 到到 到昏整啊 那么 王道中的三百五十颗 王道以南的是 三百二十颗 啊 总共的呢 是 应该是 一千零三十颗星 啊 但是原认率算是 一千零二十二 所以产生一个误差 那么这个是他的统治计算错误的 那我在这里就说的呢 就是因为美伦利 他是一个业余 呃 我觉得他是业余天的爱好者 所以他在这个中心 今天同意考到最后 他有一个让这个业余的人非常这个移情的一个表述 就是他有这个对新的这个诗歌的这样一个记载 比如说他对于这个古歌啊 他有记录啊 中原北极紫卑公 北极五星在其中 那么他这些诗歌呢 又刚好跟当时立马窦翻译的 西方的这个关于新的记述呢 有一个对照 啊 有个对照 啊 那么这个对照呢 是在他的一本书上 这里有西方立马窦写的 那么这个对照呢 可以看到呢 呃 西方对于这个新的这个描述 因为立马窦他翻译成中文了嘛 翻译成中文 但是呢 因为如果要是能够把立马窦 翻译的那个中文之前的那个外文 直接用外文来引述啊 来来来对照 可能更好一点 所以我还没有找到立马窦的这个原文 所以我呢 就认为呢 这个交流呢 可以产生这个 呃 呃 就是因为呃 可以对东西方不同地区的人 呃 对于天文研究的这种 呃 角度 啊 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 来体会 呃 东西方人 对天文研究的 他们的一个 情怀吧 或者说是 呃 呃 那个思想呢 我觉得更贴近普通人 呃 这个呢 是我对这个 呃 就是从业余天文 呃 业余研究天文的这个角度 呃 我得到的一些体会 就是 呃 因为天文专业工作者 他们的那个研究呢 呃 这个著作是比较大铺头的 呃 或者说呢 嗯 区位方面呢 不太容易对 呃 被普通人所接受 而这个 这个业余天文代号者呢 他们的研究方法是 呃 就是见度将近 所以他们的起步是 一步一步的呢 就给普通的人 容易合法 努力学习 呃 呃 还有呢就是 呃 我想刚才说的就是 我们中国古代的最早的 这个对 巫术 就是巫史 就是你要研究天文 又要有起步 那我们今天呢 对澳门天文 业余天文学会的 见证啊 成年三周年就有一个记录 就是我们既 观测天文 又有把我们的观测 把它记下来 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只有 只有有文字记录 只有有档案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精神 把我们的思想 传承给后代 才能做到这个心果相传 如果有记录的话呢 就后面的人就很不知道 就容易忘记 那么在此呢 我要 这个引述一下这个梅文宾先生呢 特别他是绝学啊 他呢对于这个早年的 就是秦始皇这个 焚书啊 焚先皇之书是非常的愤怒 在这个梅文宾年的地 梅文宾做的这个序的时候 嗯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因为心知有名 齐来文 我们早 早些古人就已经对天空呢 有官司有记录了 可是呢 呃被这个 秦始皇分书啊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后人来讲 又要重重重重新来做啊 重复的工作 所以呢 就 就非常的 嗯 就是可惜啊 就是 对文明的一个倒退 所以呢 希望呢 就是我们业余天文工作者啊 这种努力和专业工作者的一起呢 能够呢 将这个天文知识呢 普及 嗯 从少数人走向公众啊 具有这个开放性 啊 这是我的汇报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蒋老师